哎呀 离婚四年了 也不知道我儿子跟他那老不死的爹过的什么样 我要是能混下去 我才不回来 哎 这怎么都写的拆字啊 这不过要拆迁了 去看看 有人吗 王美丽 你来问人家干什么 我来看看孩子 孩子 孩子已经上学了不在家 我们都离婚四年了 你来我们家到底干啥呀 我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孩子 看孩子 这四年 你来看我孩子一次嘛 你给孩子花过一分钱了 你知道他爱吃什么 喜欢什么 穿多大的鞋吗 那我不知道 那我也是孩子的妈呀 好了 你别说了 孩子已经把你给忘了 不可能 孩子 那是我的亲孩子 他怎么能忘了妈呢 那肯定忘了也是你叫错的 行了 咱俩离婚的时候 孩子才两三岁 现在孩子都快上小学了 你说他还能记得你吗 哎呀 我真是来看孩子的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心里大想的 你就实话实说 你这回回来到底想的爱什么 叮叮叮 哎呀 也没啥 我这不想那时候年轻气盛 这不出去打工 打工这么多年 没看见孩子吗 我这想啊 把孩子带城里去上学 好了 孩子现在已经上学了 就在咱村学前班呢 哎呀 那农村怎么能跟城里比啊 那教学质量的也不行 怎么就不能跟城里比啊 咱村也好几个大学生了 那比不了那就是比不了 我不管 我就一定得把他带到城里去上学 不用你带的 我们明天呢就去城里住 去城里啊 是吧 你去城里你住哪啊 我瞒你说 我在城里啊 买了栋房子 独栋了 独栋 你把那整个楼都买下来了 你有钱了 你别管我有没有钱 这孩子啊 你就别惦记 啊 那啥 要不咱俩复分吧 复分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你有钱就了不起啊 那谁知道你那钱 是不是挣多少来的 听 俗话跟你说 你进村的时候 是不是看见 墙上都写着拆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 因为啊 高速公路 就从我们家地里过 现在什么都缺 就不缺钱 要不 要不咱俩复分吧 美丽 祝你的春秋大梦 好了好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孩子一会儿放学了 我得给孩子做饭了 你赶紧走吧 那你不让我见孩子也行 那我 你借我再行 什么 借钱 借多少 借12万 不 20万 你不是跟着个大盘走的吗 别提那大盘了 那都装的 假的 假的 哦 现在是不是穷了 穷 真穷 穷了都吃不上饭了 是不是我借钱给你 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啊 啥事啊 我借给你钱行 但是你要答应我个条件 嗯 那你说吧 我就想让你啊 以后不要再打扰我跟孩子 听到没有 行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别说20万 我跟你一千万 蛤 以后你不要打扰我跟孩子 听见没有 一千万 行行行行 你怎么说就怎么办 哼 你还说看孩子 我看呢 分明借钱是真的 看孩子是假的吧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行行行 在这等啊 你别拿钱去 好 一千万 今天给我一千万 明天啊 我慢慢给他磨 反正有个孩子 早晚还付款 这样我就成了千万付盆了 钱呢 把手伸出来 你要是给我卡个 别忘了给我密码啊 不用给你密码了 你就直接拿去划就行了 假的 是啊 你还要让我给你卖刀啊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不要嘛 不要啊 等你走的时候 我烧给你 你这说的是人话不你 行了 你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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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没有钱 就有钱 给乞丐 我都不会给你的 四年了 孩子连问都不问 说回来当妈 就回来当妈 再来 我给你腿打折了